一百十日韓尼多冠中北无数金表赛在和美国中的无数冠军中 来自冠来国首国中国中国际学校 总共三百万名的选手来参加比赛 无数委员会主委小文雄 也特别办法就将来金 标用专文会的金牌选手 一日韓尼多冠中北无数金表赛顶 来自冠来国首国中国际学校 总共三百万名无人交出赛 来尽处最好心情 因为我们和美镇争取到了一档 听说有三百多位选手来这边争取我们来比赛争取我们的荣耀 那这个产地呢 这一次也培育出我们全英会的我们蔡泽民一个同学 在这个全英会这个五次得到我们的金牌 无数一直是中华官重点在北红木 那是专文会的传百货 其中南柱当军三手刷在面 在一百零六年一百零八年之后 再度为中华手下南柱当军的金牌 这是我们最后一张 我们明运像比现在的选手都还要大 所以明显都比较辛苦 所以这次比赛我觉得能够配到这款 就是何来比赛 那加上因为台湾其实我说现在在国际的水平 相比以外都还要有进步 其实进步的不是有蛮大于前六年 都有很多的 但是现在我们的水准 国内的水准都可以拿到去上面 对所以在高压跟高竞争的本体下 我觉得台湾的武术整理发展是进步非常多 随着过来的武士运动最准备性 中华武士的优先已经慢慢比较好 随着创替兵的退役 后来是不是也能有这样的精彩表现 先为中华武士发展上大的困境 到中华西门也方有何必彩虹报道